hello F1方程式赛车不同于其他的赛车 最大特征是完全开放式的座舱设计 车手的头部裸露在外 加之极高的车速 会给车手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014年 法国车手朱里斯·比安奇 在日本零路赛道的七号弯撞上救援吊车 历经九个月的昏迷后不治而亡 年仅26岁 为了进一步提升F1赛车的安全性 国际气联召集各车队经理和技术总监商讨对策 2016年 国际气联的技术官在呼盾系统安装的位置基础上 换用上了一个形式人字拖的装置 F1赛事官方美其名曰hello hello是由直径为50毫米的钛合金制成 并通过三个点连接到车身 不超过9000克 但是能够承受住116千牛的垂直 46千牛的侧向冲击力 2017年1月 FIA官方对hello系统进行测试时 将一个佩戴了头盔的模型人放置在hello环内 随后推动一个20公斤的贝耐力轮胎 以225公斤每小时的时速装上hello环 hello环没有发生任何形变 模型人也保持完好 2018赛季所有赛车安装上hello之后 车队也逐渐接受了hello 2018赛季比利时大奖赛 勒克莱尔与阿隆索的碰撞事故 2020赛季巴林大奖赛 格罗斯让冲出赛道装向防护栏 2021赛季意大利大奖赛 汉密尔顿和威斯塔班的碰撞事故 事实证明国际气联强制安装hello 确实保护到了车手的安全 在科技发展的未来 也许FE会有更多的黑科技来保护车手安全